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呢 會在每周四更新一些 精品咖啡相關的知識 所以如果各位對精品咖啡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按下訂閱及小鈴鐺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台中的STAROVER 那先為大家隆重介紹STAROVER的主力人舒華 嗨 大家好 我是康夫STAROVER的主力人 我是舒華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的內容呢就是 因為舒華最近開新章課程了嘛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為大家模擬一下 如果呢 你今天拿到一包新的豆子 你完全不知道 上面也沒寫什麼東西 那你要怎麼樣充足 用舒華老師的角度教大家 怎麼樣去設計 去了解一個陌生的豆子 以最後呢 會不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新章課程的內容 來 主要給你 如果是你 告訴大家 如果你要碰到一包陌生豆 你會怎麼樣去思考以及觀察豆子 好 假設我今天 我今天不知道從哪邊買了一個豆子 或朋友送我的豆子 當然 第一個我可能會先看上面是什麼 那我很注重一些訊息 比如說什麼豆子 那什麼國家的 好 可能肯養 那第二個我會注意的是說 上面有沒有顯示烘焙度 好 當然那些烘焙度我都參考 參考 那因為我去日本很老的店 對 我去那個琥珀好了 我點淺焙 可是他給我 是我們店的中焙 好 那可是我去那些很年輕的店 那我點深焙 大概才中焙而已 其實大家的那種感知落差很大 但是還是有點參考價值 所以當然我們先剪開看看 所以還是原則上豆不要參考 還是要看實際的豆子 好 那我們給你看一下 那我通常看了之後就會決定說 可能大概或許是淺焙 好 那這時候我腦中就會顯示開始說 我的溫度要用幾度 我的悶蒸可能要長還是短 我的什麼狀態 那所以我會有個想像就是說 我平常喜歡喝的味道 我可能是希望平衡的 平衡 酸甜平衡 OK 那我這時候就會覺得 淺焙我可能就要用91 92 略微調高 OK 對 那如果今天當然 如果今天我今天心情可能不太好 也不想要喝這麼明亮 我記得我有一個想像 那我今天就要喝沉一點 那我的酸我不要那麼亮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 那我的溫度就設在89好了 會稍微會講一點 對 所以 我的在開始要沖煮之前 我就會有這些東西在腦 就是我在通常裡面跑 對 我想要的東西 我今天的心情是什麼 好 那當然今天心情還不錯 當然因為學長來幫我嘛 對不對 我覺得今天這樣要沖一杯 明亮感非常好 然後很清爽的 喝一杯咖啡 好 所以淺焙 那我就會用91 92度 好 那沖法呢 通常我就會先直接用我原本的方法沖一次 對 然後沖完之後我再決定說 欸 那我可能 下一步我要怎麼修 好 那我們就來沖囉 好欸 燈 我們磨機表情變得出來 我們今天的用的參數呢 在我們店裡的磨豆機的參數的話 我們出戲呢 我會先調到第四格 TARITA的 對 TARITA NETSG 第四格 算是比較偏 很細喔 但其實我發現 那時候我跟幾個朋友一起買 那我們一起調到同樣的可惜度 欸 每台都不太一樣 好 沒關係 參考值 對 那你先找到你平常習慣用的 那因為待會兒我們就要做調整 因為如果你直接大調你根本不知道說到底是因為你調整的粗隙 還是因為你充足的關係 我們的克數呢我們用18克 但我們會充上250cc OK 好 OK 1比15左右了 對 然後待會兒我再幫大家看一下 大概研磨度是多少 好 欸 真的欸 對不對 你的4看起來蠻粗的 對不對 大概是小富士的4.5 然後如果是小飛馬大概是5.5 對 差不多 如果我拿小飛馬大概 所以其實每一台真的狀況 差一點 我們自己其實在充之前呢 我們會 揪揪 然後還是要 bol 出細粉均勻 對 因為有時候發現那個 啵啵啵啵啵 就是有一些很細的粉在下面 或者是它黏結的 所以你會發現 它在最後最後氣體都聚集在那邊才 對 關於排氣的問題 對 我們實驗了很多次 只要啾啾 比例會變得非常少 啾啾 小秘訣 可以增加一下排氣 對 啊 如果你很喜歡 shake 你可能就可以假裝 那個調酒的事 你不用好了 okok 我就煮煮咖啡就好 那接下來呢 倒完之後呢 就是蠻希望你能夠搖平 搖勻 那我們自己是比較不建議用拍的啦 這樣一直動的時候 你的細粉會往這邊跑 所以你這邊就會變得非常緊 其實你就均勻的撒下去 我覺得這是最棒的 那還有 不要一直搖一直搖 你搖了非常久之後一樣 你輕重會開始分離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那個 搖搖搖的狀況會非常多 對 所以我剛做了好多 我再重來一次 粉杯先搖晃一下 對 稍微 或者是你拿一個 攪拌的東西 你稍微攪一下 都會比你磨完之後倒下去 因為其實 磨的時候 最細的就會在上面 當你倒下去的時候 你直接這樣倒下去 那細的就在下面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的下面的沖煮的 萃取的比例會非常的低 了解 ok 我們來準備熱水 對 剛才做了幾度 91到92 91到92 好不用蹭 基本上我們自己是不太用蹭 因為我們自己店裡的訓練就是 你要會觀察 然後你會知道你什麼時候 收手 對 如果你一直看著蹭 就會發現你一直在看蹭 因為可能我以前是 比較師徒製出來 我會覺得你的功力是要練的 所以是我們output是250 對 就是最後 OK 刻度線到250 對 好 然後開始沖 然後就用我們店裡的沖法 好前面我們就會先讓水慢慢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因為在這個V型的濾杯裡面 中間是最深的 那我會一次從中間往旁邊給它擴張開來 所以當全部的粉都吃到水之後 我們就停了 好那通常這個悶蒸的時間 因為我剛剛講我想要明亮一點 所以基本上我就不會有太多的悶蒸 嗯 OK 那因為其實最早出來就是酸啊 香啊 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磁段讓它悶很久 你就會發現 鼻腔的香氣啊 一些酸的明亮感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低 嗯 我們從頭的節奏就會是呈現比較快 所以幾乎沒有悶蒸時間 就直接連續 非常非常短 嗯 對 斷水第二次了 悶蒸之後斷水第二次了 那因為這個V型濾杯中間比較深 所以大部分我們在沖煮的時候 都是中間會繞的比較多 那越往外面就會越快 那旁邊的其實你靠濾杯是比較近的 所以當靠濾杯比較近的時候 我們就會速度比較快 但中間呢就會比較慢一點 然後往外面摔就會比較快 然後往外面摔就會比較快 OK 好 那我們都是通常我們不會是讓它瀝乾的 嗯 可是等到差不多250cc的時候 就把它拿開 好 從煮完成 OK 真的跟我平常上午的完全不一樣 嗯 老實說我覺得 我有看你課程啊 哦 那我是覺得其實 只要是原理 其實都是一樣 那不管是 那我覺得就只是在於你的速度的快慢 你要讓它融出是前面快後面快還是要慢 其實都是在於你想要的味道 嗯 所以我覺得討論味道之後 再來看手法 你會發現其實有很多相相似的 嗯 OK 好 那我們來喝喝看吧 好 有趣齁 如果各位平常常看訊號頻道的話會覺得 舒嬅跟我的 邏輯的手法選擇 真的差蠻多的 OK 但是呢 喝喝看味道 如果味道最終是舒服同歸 就代表說選擇看哪一個 對沒錯沒錯 OK好 我們來喝喝看喔 我們自己通常店裡就這樣抓 嗯 你會覺得喝起來香香的 嗯 那舌麵味道油 口感滑滑的這樣子 嗯 因為我們其實在店裡比較不是著重 磨到很細 然後那種很重的口感 很重的酸 但這很符合我今天看到你的心 真的齁心情很好 我覺得齁那個 既然要挑戰舒嬅 你就要做一些 風格上面的茶葉心比較好玩齁 因為我喝當然覺得很滑順 然後呢 甜質也不錯 酸質也蠻多的 我們能不能挑戰一下說 然後我想讓我的酸甜再開一點 嗯 再開一點點 然後甜質再把它放大一點 OK 那這時候 通常啦 假設有客人 在這樣跟我們 要求 不是要求啦 討論 的時候我們就覺得 喔 那我們就可以來玩一些東西 但是我們要先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說 甜 那很多人的甜跟我的甜 可能不一樣 對那 那一般來說我們自己把它分成甜的話 有甜的香氣 是甜的感受 那你比較是希望甜的香氣更多呢 還是甜的感受呢 都多 好 呵呵呵呵 這樣可以 這是魚魚熊掌 我們來兼得看看 好 那我們再試沖一次 那基本上一聽到這個想法 我就會先去想甜什麼時候出來 那對我來說 甜這件事情 不是在酸跟苦的一個邏輯上 因為酸是最早出來 一開始在 呃 行為表面就會很快很快很快的全部出來 對 可是苦呢是在很很厚段 你酸沒有了 你開始萃取烘烤之後的東西 一些東西你會發現苦味是在厚段 會大量的出來 可是甜我覺得很有趣 在我自己的實驗 泡越絕的東西就 就越甜 嗯 所以反而實際要拉長 欸就是要把 所以如果需要甜 甜的話 可是如果要保留這個香氣 那我就要在每一段 有一些微微的修正 好 那我們待會再來講 聽起來就這樣子做 蠻難的 好我們試試看 好OK 那首先呢 我悶蒸這一段我會 就還是照我們的方法 那只是說 我在悶蒸的時候 剛剛 我等到全部都吃到水之後 我就收了 可是這一次呢 我會除了全部吃到水 所以我會再讓它多流一點 為什麼因為 前段就是香 對 所以我讓它的甜的香氣 再流多一點下來 所以剛剛其實這段我就停了 對 好就讓它多多流一點 我把表面的東西香氣再多流一點 好OK 那一樣 因為悶蒸其實會 讓它的吸水的顆粒的範圍 會差異很大 所以我這一步我就不動 但在第二步我 快速的讓它沖完之後呢 好 這一步呢 我就讓它停 讓它全部瀝乾 因為在 中間這一段之後呢 後面基本上 能夠萃取更多的甜跟苦 好 可是中段這一段 如果你讓它吸了很飽的水 後面我覺得它裡面的一些糖分 會比較容易出來 了解 我覺得它瀝的 瀝的非常乾 對 因為前段就是酸 所以我希望 只有前段 達到我們的香、酸、甜 這件事情 再更多一點 但是甜感這件事情 在後段的時候 讓它出來 所以這個過程 可以讓我的粉水的進程 再往甜度推 對 因為它這時候 你看它乾掉了 所以代表這些水 從哪裡去 除了往下流 旁邊會有一些水 粉跟粉中間的水 它們吸到顆粒裡面 對 那我待會再沖的時候它就會 釋放出來 了解 那這時候差不多乾了 我們就一次把它沖完 這時候為了讓後面的苦不要太多 我們一次讓它很快速的 全部萃取出來 快速上水 對 全部讓它一起出來 這樣就可以 那這時候我就通常 如果是讓它吸很多水 我就不會再沖到第二次、第三次 因為你這樣子會重複一直萃取 繼續萃取 那因為已經吸飽水了 那這時候很容易過度萃取 所以一口氣 煙膏 對沒錯 然後讓它流掉 你有甜度 但是又不會出苦雜 沒錯 我們來試試看 各位有聽懂這個邏輯嗎 如果聽不懂 可以買香客車 好 我們來試試看 蠻有趣的邏輯喔 各位 真的耶 我發現剛剛那個鼻腔的它還在 可是 甜味出來 可是苦味沒有被釋放到非常多 層次比剛剛開一定 對 中間一個大段水嘛 停了那麼久 然後後面的一個層次就電出來了 對 如果你前段瀝乾 那你就是會 酸感會變得超重 你後段 第三次 假設我沖完第二次再第三次瀝乾 那你的苦味就會非常紮實 那通常我覺得苦不是一個壞事 因為 我覺得有苦才有層次 對 少了苦就完全沒有層次 所以我其實不太避諱苦 可是 不太喜歡苦澀 或者是 那種 很單獨的苦 對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甜跟苦 是融合感非常好的 嗯 就像巧克力有吃過超苦的 跟你加了一點糖 你會發現那個苦味會變得很融 我覺得這種苦味就是好的 苦幹苦幹 對沒錯 嗯 蠻有趣的齁 可能第一把更奈何一點 但第二把很有印象感 你會覺得很有很有東西 但是我覺得就是 每一家咖啡店都有他想要表現的 所以老實說這些手法 對我來說我覺得都是對的 而是你今天店主 你自己想要表現的咖啡這一杯 想要給客人呈現什麼 那現在為什麼我們都從 第一種方法 因為希望 他一喝的時候是舒服 然後越冷 你的味覺敏感度越高的時候 你會發現可以越喝越多東西 好 可是假設我今天是外帶吧 我可能會這樣 因為我希望客人第一口喝到就不 很驚豔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取捨 所以這些課程 我們都會在相課程裡面 跟大家聊 對我們這些課程就會把每一個步驟 比如說為什麼我這麼做 那 在第一段他影響是什麼 在酸的影響是什麼 那溫度影響是什麼 在每一個萃取的架構上 我們就會跟大家去 去做分析 像剛剛我可能會覺得說 你可以控制香一點 或是酸味 我可以控制前段後段 上二舌面 好 那為了這個我們在課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體驗包 那這個體驗包呢 我就在用烘的方式 我就先把它烘成酸在上二 跟烘成酸在舌面 然後跟烘成酸在前面跟後面 那你就會很清楚知道 你在體驗包 我在上課的過程中就會教你說 其實酸呢 是會有分成上二舌面 前面後面 那當然你先能夠有這個框架之後 我們後面在講做萃取的時候 你就很清楚知道說 原來可能只要我水多一點 酸就跑到上二 或是酸就跑到舌面 那你怎麼去做 那每一個條件是怎麼做 所以這個課程體驗包是 我為了這個其實特地用烘焙的方式 然後去把它做成這樣 所以這個理論 跟舌面的感官的位置 會跟課程有關係 有 我們會希望大家是用很精準的方式去控制它 而不是用一些比較大的名詞 譬如說這個好好喝 或是說這個很雜 可是我們要知道雜這件事情 可能包含什麼 可能是酸甜苦 是分離的 可是你要先知道分離感是什麼 那我們希望從味覺的基本感官 譬如說我把酸烘到前面 你怎麼煮其實都在前面 所以你會發現有些人的調性就是那樣 有一半可能就是因為烘焙出來的關係 決定的這個事情 當然我今天是覺得說 萃取還是可以決定 為什麼 我們剛剛就還是可以挑 所以在一樣的架構下還是可以挑 但我希望大家的味覺能夠去體驗 所以我們特地設計這個 先了解味覺的系統 然後再反推衝法 所以這個課程最佳的服用方式應該是 有這個體驗包 然後這種體驗包學到的感官 再去回推你的充足理論 對 這是比較好的方式 這個是蠻特別的 可是目前系統的課程比較少 因為我們希望試著 因為大家聽到我朋友說 你要做系統課程 我喝不到 你有沒有開實體課程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怎麼去互相跟你們有一點關聯 那如果你買了體驗包 那你在跟著我萃取的時候 我上課的時候也是跟著 一樣的邏輯 對 我覺得就一樣的東西 是在跟著大家上課 你可以跟著課程的過程中 跟著我們一起喝 一起去了解 其實味覺是很有趣的 並不是沒有方向的 OK 那我們現在感謝舒華 如果各位對相課程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下方連結 然後也可以關注一下學子的網站 舒華相課程等著大家去報名 OK 那我們今天的參賽充足功課 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耶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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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